SIPC人員 我真的帶著感激的心情來的 如果沒有民間的支持和協助的話 我們這次在整個疫情處理的過程中 將會面臨很多的困難 沒有辦法解決 口罩就是首當其衝的一件事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原料 沒有原料是做不出來的 這一點我們覺得很幸運 就是說我們有男六 能夠攻擊我們所需要製造口罩的原料 這是我們比其他國家幸運的地方 中央電營營造 Urus 這次也讓我們學習到了一件事情 在一個重大的疫情或重大的事件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戰備的佈置 確實要有自己生產的能量 所以我要謝謝這次南六所展現出來的 就是一個臺灣的企業擴張能量的同時 也能夠幫助國家在很多的經濟發展 也好 或者是在特殊情況下 我們的戰備和需求的供應也好 的一個很好的典範 MUSH